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五间总结 期指结算,港股高开21点后 受三大油股及耐银拖累,由升转跌 最多跌超过120点 恒指中午收报23,709点,跌在110点 油价下跌对两大油股的负面影响在第三季浮现 中石油收链油转规拖累,顺利安年跌超过6% 顺于市场预期,令股价跌超过1% 中海油销售收入亦减少5%,股价跌5% 中石化亦跌超过1% 其他石油相关股亦受累下跌 岸东油田跌近3%,中海油田服务更加跌超过9% 时间内银股昨日公布第三季业绩 公布业绩后,今早表现偏远 工行上季纯利按年增加超过7% 而中型内银股,交行及招行分别录得超过6%和16%的增长 信行的纯利倒退2% 工行今日跌超过1% 其余三大内银跌0.8%至1% 交行信行跌超过1% 销行跌0.1% 国际金融股方面,汇丰跌近0.4% 而市场消息指,美国征就渣打涉言隐瞒伊朗的交易事件 进行重新调查 渣打今日继续跌超过1% 破底低见124.2% 焦点股方面,比亚迪上季小赚26% 另外集团就预料,全年的盈利跌最多22% 拖累了股价今早跌超过6% 至于比亚迪电子更加跌超过7% 融成重工发行约5亿的认股权证 今日伏牌之后出现过山车的走势 早段一度大升17% 高见1.59% 其后又急跌到跌超过1成 低见1.22% 中午就跌5.9% 收报1.02% 今风科技第三季的淨利润按年大增8倍 股价今早升超过4% 破底高见15.26%之后到跌0.3% 而月秀环保子公司向前执董提刑市起诉 月秀环保曾经大卸超过17% 其后存定中午跌幅收窄至5.3% 成价回约股份方面 新路能源日前公布向主席扣入美加燃气加气站 股价昨日跌超过9% 今日仍然未止跌跌超过6% 终不收报45.8毫半 收视之后有3分钟视频再见 2分钟视频 4分钟视频